AIPin 找到工作再付费 北美数据类软件开发类求职 一战式服务 大家好 欢迎观看由AIPin YouTube频道发布的 北美市场分析类栏目 北美求职之北一周报 关注北美市场聚焦数据软件类求职 本期看点 9月非农就业人数涨幅创新低 大幅不及预期 疫情催生美国大辞职时代 最新美国科技岗位工资报告出炉 10月第二周 数据类岗位数量小幅上涨 上周五 美国劳工部公布了 9月非农就业数据报告 美国9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加19.4万人 大幅不及市场预期的50万人 创今年1月以来的最小增幅 8月份 非农新增就业人数从83.5万人 上锈至36.6万人 7月份的非农新增就业人数 从105.3万人 上锈至109.1万人 在事业率方面 美国9月失业率降到了4.8% 好于市场预期的5.1% 创2020年3月以来的新低 在影响因素方面 非农数据不及预期 主要受政府就业人数减少的影响 9月 政府就业人数减少了12.3万人 教育工作岗位减少了14.4万个 市场分析认为 美国9月非农新增就业人数 连续第二个月低于预期 失业率却创疫情爆发以来的新低 暗示在大多数联邦失业补贴措施 已经到期的情况下 美国民众缺少就业意愿 导致就业增长不利的状况 仍未得到扭转 在细分板块方面 休闲和酒店业 专业和商业服务 以及运输和仓储领域的就业人数 现出增加 9月份 休闲和酒店业的就业人数 增加了7.4万人 艺术娱乐和休闲业的就业人数 增加了4.3万人 运输和仓储就业人数 增加了4.7万人 与前两个月的增幅基本一致 餐饮及娱乐行业的就业人数 截至9月份 仍然比2020年2月 疫情爆发之前 少了160万人 另一方面 9月平均时薪再次上涨 从0.4%上升到了0.6% 超过了市场普遍预期的0.4% 在被新冠疫情改变的 美国就业版图当中 一个趋势就是 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持续失衡 人们甚至为了这一趋势 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 大次值 Great Resignation 这一名词对应的是 上世纪的大萧条 Great Recession 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 大衰退 Great Depression 按时之一公共危机之下 美国社会经济生活 经历了特殊的时期 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 被重新定义 早在几个月前 美国就业网站 Monster.com的报告显示 大次值的浪潮当中 美国高达95%的员工 正在考虑换工作 92%的员工 甚至愿意转行 寻找新的机会 而日前 微软发布的2021年 工业趋势指数 2021 World Trend Index的年度报告指出 美国约40%的员工 正在考虑在2022年的 支出改变职业 美国劳工部在9月发布的报告当中显示 在7月份美国共有1090万个职位的空缺 连续第5个月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美国的劳动力短缺情况 正在影响众多的产业 在财经记者采访的一些 美国中产阶级的人群当中 远程工作是生活状态 得以改变的主要原因 根据Upwork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 20%的受访者正在考虑自由职业 在执行当中 73%的人表示远程或灵活的工作能力 是首要的原因 而对那些无法远程工作的人员来说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 有了更强的溢家能力和跳槽的意愿 在微软发布的2021工作趋势指数显示 46%的受访者由于可远程工作而计划搬家 LinkedIn发布的远程工作岗位数量 达到了疫情前的5倍 另外邮件送达的数量 比疫情前增加了400亿分 7月6日IEE发布了2021年度 技术领域专业工作者的薪酬调查结果 调查显示 2020年美国的专业科技人员的收入中位数 达到了154443美元 高于2019年的148500美元 相较2019年大约增加了4% 这其中不包括加班费 利润分成和个人兼职所得的收益 如果算上以上这些收入 那么中位数将达到16万美元 这其中从事消费电子和广播技术工作的 工程师在薪资榜上名列前茅 工资中位数分别为 209373美元和209000美元 这来源于2020年的新冠大灵性 让人们对家庭娱乐的依赖明显增加 而这其中从事能源和电力工程的 专业技术人员的薪资 则继续徘徊在底层 工资中位数为14万美元 机器人和自动化现光行业的薪资 也有所下降 从地域差异上来看 在过去的几年底 很多科技公司离开较州而选择Texas 绿绿成为头条新闻 实际上 去年德州的公司确实有所上涨 在2020年的工资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7303美元 而2019年仅高出了1500美元 但这并没有影响西海岸的薪资水平 该地区的专业科技人员的薪资水平 依然是名列前茅 我们来看一下进入10月的第二周 AIPIN团队对于数据类岗位 每日发布情况的追踪数据 Data Analyst 数据分析师 平均周中日跟岗位数量达到了7060 比上周日均数量增加了491个岗位 Viennese Analyst 商业分析师 达到了3798 与上周日均数量增加了129个岗位 Product Analyst 产品分析师 达到了3991 比上周日均数量增加了259个岗位 Marketing Analyst的 营销分析师的岗位数量达到了2924 比上周日均数量基本吃平 Data Scientist的数据科学家达到了5378 比上周日均数量增加了783个岗位 在过去的一周 数据类岗位数量较前一周出现了小幅的上涨 尤其是Data Scientist的岗位 增加数量达到了17% 整体岗位招聘的需求依然比较旺盛 还没有申请到合适岗位的求职者 仍然有机会可以抓紧时间申请 给大家预报一下 AIPIN本周末的求职讲座web的日信息 本周六10月16日 每期时间下午5点半到6点半 我们将为大家带来 Walmart数据类岗位面试考生们的讲座 本期讲座我们邀请到了资深行业专家 来为大家分析 Walmart数据类岗位面试的考察重点 以及如何准备技术面试 来给大家求职提供专业的指导意见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登陆我们 AIPIN.io的网站 在求职讲座的页面来进行注册 感谢观看本期北美求职支配一周报 如果大家在求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困难 欢迎和我们取得联系 AIPIN是面向广大北美数据类软件开发类求职者的 一站式求职解决方案 针对全职求职者找到工作才付费的CurieYP项目 已经成功帮助数百求职者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岗位 您可以登陆AIPIN.io了解更多的项目信息 也欢迎扫描屏右侧的二维码 添加求职导师微信 逾越免费资讯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北美求职支配 了解行业最新的资讯 求职技巧 学员经历分享等 干火多多 大家可以扫描用右侧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 AIPIN YouTube频道还会陆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 点击下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